记者01章嘉义报道 冬季空污污问题严重 嘉义县长张花光 今天晚上出席中部云嘉旗县市首长区域联合空气污染治理平台会议时 将其初提升嘉义县空气品质十大计划 如农田裸露的浇灌及绿肥计划 农耕机具加装防治设备 一致翻耕整地时扬沉现象及减少排放黑烟计划 及开换扫街车计划等 张花光表示 中部地区受气候地形影响污染物扩散不良 容易累积嘉义县境内虽无重工业 但中部污染团随即风逐渐难以时 为处下风处的嘉义县深受气态 因此希望环保署能加速推动空气污染防治策略 搭配嘉义县提升空气品质十大计划 提升嘉义县环境品质 张花光说 希望借由区域联合空气污染治理平台 共同向中央发声 争取公平合理分配空气污染防治基金经费 及制定相关政策 提拨一定比例经费下放地方 嘉义县提升空气品质十大计划 有农田裸露的浇灌及绿肥计划 农耕机具加装防治设备 一致翻更整地池阳城现象及减少排放黑烟计划 太幻扫接车计划 银建工地裸露的使用稻草席覆盖及奖励措施计划 太幻一二级柴油车计划 台塘浙田阳城防治计划 嘉义县大众运输电动化计划 三铁戴口罩 空气好清新计划 公共停车场设置暗电 新型柴油大客车装设插电 是工电设备计划 全薄用油品质提高计划 麻烦